另外的这两天啊 马店的冬季淘宝节就开门迎客了 现在正是秋天是换季的时候 大家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地备备货 马店冬季淘宝节开门迎客了 羊绒衫保暖衣冲锋衣羽绒服皮绵鞋等 厚装备一应俱全 记者光了一圈发现 有不少市民来光打击 看着毛衣衫什么冬天穿的衣服吗 然后有什么比如说 特别的一些想挑选的吗 特别的呀 雾明佳廉 比较实用吧 一般感觉这种展菜会好像便宜点 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 羽绒服是冬天必备的大价 早晚都得买 但是早买晚买价钱可就差多了 精打细算的一招就是反季节购物 现在虽说天已经转凉 但是这会儿买依然挺便宜 羽绒服第一是摸手感 再一个人的透气性 他好多羽绒服因为不透气 穿着不舒服 他不出汗着 这种的透气性特别好 说你一吹他的透气 所以说这羽绒服穿着特别舒服的 轻便保暖 再给他层次 一般超薄超轻的好的都是两层 要一层的话他就掉毛 眼看羊绒山也该上身了 在大级上 羊绒山羊绒库也是大级上的主力商品 主办方从厄尔多斯 赤丰广东等地组织三百多家厂商来展卖 除了以低价心眼球 款式也紧跟流行 羊绒的 雕绒的 带护膝的 带护腰的 都很适合老年人 要是还怕冷 还有一整身的蚕丝棉衣服 此外在大级特产区 新疆和田玉藻 四川腊肉 香肠 宁夏枸杞 山东周村烧饼等等 各地民优产品也是应有 市民只要来到这里 就可以品尝购买到 全国各地的氛围美食了 据了解 马电淘宝节将持续到 11月12号 北京台报道